新北市农业局举办万金杜鹃摄影比赛 一共有16件作品获选 金奖得主郑明昆以暗夜杜鹃捕捉夜间的杜鹃之美 获得了评审青睐 目前所有的得奖作品都在市府一楼东侧大厅展出 欢迎民众前往欣赏 新北市农业局举办万金杜鹃摄影比赛 在200件投稿作品中评选出16件优秀作品 即日起在新北市府一楼东侧大厅展出 同时新北市长侯友宜也亲自颁奖给得奖者 并表示新北市杜鹃花的品质和产量都是全国之冠 透过打造万金杜鹃品牌 希望能够与国际接轨 迟了我们占全国八成五块 也成长了两成的货买量 更重要也带动七亿的经济效益 在带动经济效益以后 我们为了跟国际接轨 跟日本一起合作万金杜鹃花 跟日本的力奸式 大家来互相观谋 也互相来创作更好的杜鹃花 在国际品牌上被认同 这次的金奖是由郑明昆的暗夜杜鹃所获得 不同于白天的花团景簇呈现夜间的杜鹃之美 评审老师马力群表示 所有的参赛作品都很优秀 不仅捕捉杜鹃花最美的姿态 也展现了许多创意与技巧 这些作品不仅展现了大家的创意与技术 更让我们感受到你们对摄影的热爱 每位摄影师用心捕捉杜鹃花的美丽 透过镜头分享他们眼中的世界 而值得一提的是这次其中一位特别奖得主 郑艺南也是杜鹃花展作品 花时光错迷宗艺术家团队之一 他表示特别奖作品风与杜鹃 是团队在苗圃布展时所拍摄的 当时喷管系统启动捕捉到杜鹃面临风吹雨打 依然挺立的坚韧瞬间 而因为这次的活动也让他对杜鹃花 有了不同的认识 到了这个活动之后我才知道 哇原来杜鹃花有那么多的样式 比起我认知的像贫护杜鹃这种比较常见的 还有很多很多的种类 就让我对这个杜鹃花有了不同的认识 然后在那个苗圃里面 他们也辛苦种植了很多种种类 这个就让我对这个杜鹃花就完全改观了 新北市农业局表示 万金杜鹃摄影展将展出到6月7号为之 现场结合了杜鹃布置展出得奖作品 也成列万金杜鹃春季花展花絮 欢迎民众前来一堵万金杜鹃的多元风貌 记者杨邦友张芳琪新北市采访报道 观看